你好 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英国奇幻小说 皮拉内西 谈到奇幻小说呢 可能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就是 哈利波特 魔戒等风靡世界的影视文学作品 实际上 在他们的光辉掩盖之下 也有不少殿堂级作品 同样具备极具信念感的规律想象力 比如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 皮拉内西 作者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奇幻小说巨星苏珊娜·克拉克 她的代表作《英伦魔法师》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畅销 几乎将欧美幻想文学大奖紧收囊中 文学方面的成就虽然带给了克拉克声名与地位 但也影响了她的身体健康 某次她结束巡回宣传回到家后 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紧接着就倒在了地上 从那以后 克拉克便一直饱受疾病困扰 最严重的时候只能躺着 什么也做不了 还好克拉克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疾病打倒 在家养病的日子里 她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安静与自由 接下来的日子里 克拉克潜心写作 《十六年魔一见》 这才有了皮拉内西的问世 这部作品篇幅不长 但自出版便好评如潮 不仅荣获2021年英国女性小说奖 还入围了余国奖 星云奖 世界奇幻奖等 整本书一位名叫皮拉内西的男子的日记展开叙述 每个捧起这本书的人都仿佛身临其境 同我一起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大宅里 反复寻找大宅的秘密 并解开最终的真相 扑朔迷离的剧情 扣人心弦的文字 将交错折叠的时空 与作者对人类近况的深刻反思 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 让我们翻开这本日记吧 皮拉内西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 他失忆了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又为何会困在这 他只记得被困在这的另一个人告诉他 他是一个科学家名叫皮拉内西 皮拉内西被困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宅里 之所以说他无边无际 是因为自皮拉内西来到这里便决定 在有生之年尽己所能去探索这个世界 但目前为止 他往西最远只走到过960号大厅 往北最远只走到过890号大厅 往南最远只走到过768号大厅 如果随意站在某个大厅门口 朝任何方向眺望 也只能看见连续不断的走廊 一直延伸到远方 大宅一共分为三层 最下层的大厅灌满了潮水 那里的窗户被不停翻涌的水面映成灰绿色 飞溅着白色泡沫 生存着各种鱼类 甲鞘类和海草 每当冬季降临前 皮拉内西总会来到海边收集一些海草回去晒干 它们是取暖的最佳燃料 皮拉内西望了外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真要论起来 它觉得外边应该和宅子里一样 毕竟从这儿向外望去 除了太阳 月亮 星星以外 什么都没有 直到某天 突然飞来两只巨大的信天翁 它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翱翔 宽大雪白的翅膀 从皮拉内西头顶掠过时 它闻到了一股尖锐的咸味 该怎样形容这种陌生的味道呢 对皮拉内西来说 那是它在宅子里永远也闻不到的 属于外面世界的潮水和风的味道 从那以后 信天翁自由翱翔的身姿 和那股让人心跳如雷的味道 深深刻在皮拉内西的脑海中 在日记里 它把那一年叫做信天翁来到西南各大厅之年 最上层的大厅和最下层的大厅截然不同 那里除了浮云什么都没有 那儿的窗户是雾气迷蒙的灰白色 运气好的话 能看到一整排窗户忽然被闪电照亮 如果说最下层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地 那么这一层便是淡水的来源地 只不过水是与雨的形式落下 然后顺着墙壁和楼梯流下来 夹在这两层几乎无人居住的大厅中间的 便是中层大厅 这里住着鸟类和人类 皮拉内西确信 包括自己在内 这座大宅里曾存在过15个人 可能还不止 在日记本中 他严谨地罗列出证据 证明这15个人确确实实存在过 第一个便是他自己 年龄在30至35岁之间 第二个人的年龄大概在50到60岁之间 身材高大且强壮 但体型偏瘦 皮肤是苍白的橄榄色 短发是深褐色 胡须则几乎全白 修剪得很整齐 他的长相称得上英俊 颧骨高而优雅 前额饱满令人印象深刻 但皮拉内西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能暂时称其为那个人 那个人正是前面我们提到的 告诉皮拉内西名字的人 他也是个科学家 同时也是大宅里 除了皮拉内西以外 唯一一个活着的人 因此皮拉内西很重视和他的友谊 那个人坚信 这里的某处一定隐藏着某种 伟大而隐秘的知识 只要能找到他们 必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只可惜那个人不清楚 那种知识到底有什么构成 他和皮拉内西 一直在努力地寻找 他们发明了新的日期与星期 防止自己彻底迷失 并约定每周二和周五见面 分享自己新的收获 每当那个人有了新的想法 他就会一直喊皮拉内西 直到皮拉内西过去 第三个人至第十五个人 早已离世 只留下海骨 证明他们的确存在过 出于对死者的尊重 皮拉内西会在闲暇之余 拜访所有的海骨 给他们带去食物 水 海摘了睡帘献给他们 他会跟他们讲话 讲自己最近在做什么 将他在大宅里 见到的种种奇迹 这种看似无用 甚至有些无聊的举动 有意义吗 对皮拉内西来说 眼下自己能做到的 每一件事都有意义 他知道那个人 不进行任何宗教活动 所以只有他这样做了 死去的人们才能不孤独 当然这里的不孤独 也是皮拉内西 或者说作者克拉克 对死亡的坦然与接纳 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 萨特说的那样 死亡对我来说 就像一个摆在那里的物品 它不是我在生活中 关注的重点 既然死亡的存在 无可置疑 那么我们何不同样学着 趁它还未到来之际 把还活着这一事实 视为一种资源 把目光聚焦于 如何运用它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以及为自己实现一些 愿望之上 心随静转 专注当下 承认孤独 直面死亡 或许正是作者克拉克 在病中窥见的天光 与更深层的 皮拉内西精神 前面我们提到 皮拉内西和那个人 对大宅的未解之谜 做出了一系列的推论 皮拉内西也会经常 把自己看得到的星星和星座 都记录下来 以便碰面时 和那个人交流自己的想法 和新发现 这天 他们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 准备进行实验 那个人会点燃火盆和香烛 然后他们要一起祈祷 也就是在心中 提出自己想要的能力 比如长生不死 侵入更弱势的头脑 隐身等等 那个人有些烦闷地说 我觉得我应该将 所有这些内容 处理成某种能量 但是这里 没有充满能量的东西 没有活生生的东西 只有无数枯燥的房间 和被鸟粪覆盖的雕像 尽管多年前 皮拉内西就知道 那个人不像自己一样 尊重这座大宅 可他脱口而出的这些话 还是吓了皮拉内西一大跳 他不明白 明明那个人 是个博学睿智的人 为什么他会认为 充满生机和独特雕像的大宅 只是个破烂的屋子 甚至贬低他们 那一瞬间 皮拉内西忽然 模模糊糊地意识到 自己和那个人之间 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反差 比如那个人一桌讲究 脾鞋增量 而自己则恰恰相反 根本谈不上整洁 再加上 常在海水中钓鱼 衣服早就褪色腐蚀了 就连唯一撑得上 体面的帆布鞋 也是那个人送给他的 可笑的是 收到礼物那天 皮拉内西只顾开心 根本没有察觉到 有何不妥 比如 明明都困在宅子里多年 那个人是从哪里 得到的如此崭新的鞋子呢 触及到未知的一角后 更多的回忆翻涌而来 皮拉内西想起 自己曾把那个人 给他的物品 列了个清单 当时他真切地感谢大宅 给他送来了 如此完美的朋友 现在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大宅给那个人 那么多东西比给自己的要多得多 就像那个人有睡袋 鞋 塑料碗 奶酪三明治 笔记本 圣诞蛋糕等等 而自己大部分时候就只有鱼 再比如 那个人曾说 未知的知识 能赋予他们控制 更弱势头脑的能力 可是 这个地方活着的人 只有他们两个 哪来的更弱势的头脑呢 就算有更弱势的头脑存在 又为什么要控制他呢 想到这里 皮拉内西向那个人 说出自己的疑问 毕竟他不愿 也不想去质疑自己 最珍惜的朋友 那个人听完皮拉内西的话后 沉默了很久 才斟酌着回答 这不是你第一次 向我提出质疑 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 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好友的回答 仿佛平地惊雷 让皮拉内西心惊肉跳 他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皮拉内西脑海里乱挤了 他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可潜意识里 对那个人的信任 又告诉他 这就是真的 是你出毛病了 看着皮拉内西 失魂落魄的模样 那个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告诉他 这座迷宫式的大宅 可能会迷惑人的思想 让人忘记很多事情 甚至改变整个人格 而这已经是皮拉内西 第三次遗忘了 除了忘记做过的事 还总是把日期和星期搞错 比如到了周二或周五 两人约定见面的日子 他却因搞错日子 根本没出现 每次皮拉内西 对时间的认知不同步了 那个人就会帮他纠正 一遍又一遍 和那个人告别后 皮拉内西呆呆地 穿过各个大厅 他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此事 他想不通 自己用的是 自己发明的日历 怎么会像那个人 说的那样不同步呢 一种类似恐慌的感觉 紧紧地将他包围 他问自己 我真的可能忘记 整段谈话吗 是谁的记忆有错 我的还是他的 会不会是他记得几次 从未发生过的对话 思考着这些事情 皮拉内西走到大厅中间 突然发现地上 散落着好多 被撕碎的纸片 上面还写着东西 他一一捡起 并试着拼在一起 采一息辨认出 牛头怪 奴隶 杀了他 这几个词语 别的部分 全都看不明白 笔记不是那个人的 这一点 皮拉内西可以确定 那个人的自己工整 一丝不苟 不是这样潦草 再加上这里 离十几个人的遗骸很远 所以更不可能 是他们生前留下来的 也就是说 这个大宅里 还有第十六个人的存在 这个发现 让皮拉内西欣喜若狂 等到和那个人 见面的日子到来时 他迫不及待地 将这个发现 告诉了好友 可那个人的反应 依旧在他意料之外 那个人非但 没有一丝一毫的开心 还严肃地告诉皮拉内西 自己早就知道 这件事了 之所以不想告诉他 是因为第十六个人 反对他们的一切 是他们的敌人 因此 一旦在大宅里 遇到不认识的人 就必须藏起来 避开他们 不要被他们发现 这个可怕的消息 让皮拉内西 说不出话了 他忽然想起来 自己捡到的纸片上 又杀了他这句话 这似乎更能证明 那个人的话是对的 皮拉内西暗暗 将刚才的话 重复了一遍 确保没有任何遗忘后 才放心地 与那个人道别 第二天 皮拉内西决定 去一趟自己 平时很少去的 一号门厅 说来有些奇怪 所谓的各个大厅的 技术系统 是皮拉内西 自己建立的 如果一号 这个其实点和终点 没有什么紧密联系的话 他是不会 把它当作一号的 而奇怪就怪在 皮拉内西 一点也想不起来 他们究竟 有什么联系了 莫非 我真的忘记了一些事情 这个念头 刚刚浮现 就迅速地 被皮拉内西 压了下去 对他来说 在没有找到 切实的证据之前 所有的推测 都只是假设而已 到了一号门厅时 皮拉内西 意外地发现那里 有一张被柔皱的信 把纸展开 却完全看不懂 信中的内容 只知道 是个名叫劳伦斯的人写的 还没等他整理出 更多有用的信息 突然发现窗户下 有个人 正一动不动地站着 不是那个人 他没有那么高 他看着皮拉内西 没有动 也没有说话 逃跑已然来不及 皮拉内西朝他走去 才看清他是个老人 皮肤又干又皱 手上青筋抱起 穿着一件皱巴巴 松垮垮的西装 下午好 他说 如果现在是下午的话 老人有种傲慢老派的态度 说话不紧不慢 皮拉内西问他是否就是这个世界里的第三个存活者 也就是第十六个人世 老人却告诉他自己并不是十六 而是这个大宅的创造者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发现人类都沉迷于进步这个念头 坚信 不管什么东西 新的一定比旧的好 并抛弃了古人的智慧 但任何东西都不会凭空消失 老人坚信被遗弃的古人的智慧 一定躲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 于是就找到了大宅 并把这里称为分支世界 可到了这里之后才意识到 这个想法有多可笑 举个例子来说 雨落到地上变成了水 有的年复一年的流入某个溪流 有的日复一日的侵蚀周围的石头 还有的最初就渗入了地底 那么一百万年以后 我们还能找到当初落下的纯粹的雨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那么我们再来假设一种情况 如果你在一百万年以前是位求雨者 当你发现你苦苦等待的雨水 并没有帮你滋润干涸的田地 反而汇入河流或渗入地底时 你能怪雨是无用的吗 当然不能 遗失的古人智慧也是一样的 但老人有位名叫瓦尔·凯特利的学生 他总是从实用的角度想问题 假如一样东西对他而言没用 那么在他眼里那东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老人试图向凯特利证明这个认知是错误的 没想到凯特利却对他怀恨在心 三番五次在所有人面前诽谤老人 老人来到这里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告诉皮拉内西 凯特利就是他口中的那个人 另一个就是他已告知第十六个人如何来到这里 如何找到皮拉内西 皮拉内西并不完全相信老人的话 尽管他已觉察那个人的确存在着反常 相识多年 他还是决定跟那个人说说自己和老人见面的事情 可话刚到嘴边 却听到那个人要杀掉第十六个人的决定 除此以外 那个人还告诉皮拉内西 如果见到一个高收的老人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他 因为老人也是必须杀掉的人 皮拉内西咽下未说出口的话 那个人的观点他不敢苟同 毕竟一个人再怎么坏 也不该被他人随意剥夺生命 但他没有与那个人进行过多的争论 只是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不过有一点他可以确定 那个人的确就是老人口中的瓦尔凯特利 这也意味着自己身边不再安全 他必须靠自己找到最终的答案 为了验证自己的记忆是否存在问题 皮拉内西翻出他所有的日记本 认真检查封面和封面上的编号 意外地发现有三本日记的编号居然被改过 本来写的是21 22 23 但有人把前面的2刮掉了 就变成了123 皮拉内西赶紧拿出这三本日记仔细翻阅 并罗列出四则 他毫无印象却出现在日记里的信息 信息一 1987年夏天 阿恩塞尔斯教授曾租下一座农舍 带着他的五个学生去度假 只是那阵子 阿恩塞尔斯变得特别敏感 具体表现在 假如有任何言论质疑他那项伟大的实验 就会触动他的神经 于是这群学生都圆滑地保持沉默 只有一个学生不断质疑他们所做的事情 信息二 十年后阿恩塞尔斯被认定为绑架了一个年轻人 并且还是另外一件失踪案的嫌疑人 皮拉内西再也读不下去了 这些整理出来的陌生信息让他快要发疯 那个人说对了 他真的忘了很多事情 皮拉内西绝望地哭出了声 他感到无比痛苦 发泄过后 他告诉自己 别紧张 冷静下来 好好照顾自己 只有这样 他才能搞清楚所有的事 一周后 皮拉内西打开二号日记 发现最后实验不见了 只留下被撕掉的痕迹 他又打开三号日记 发现也是同样的情况 忽然 皮拉内西想到自己捡到的那些破碎纸片 忙把他们取出来仔细观察 发现他们正是二号日记缺失的夜马 他兴奋而慌乱地 把所有纸片拼起来 揭开了全部的真相 原来 皮拉内西的原名叫索伦森 喜欢研究违禁思想 他想写一本关于阿恩塞尔斯的书 因为他认为 此人的思想违背了科学 违背了理性 也违背了法律 为了进一步了解阿恩塞尔斯 他去拜访了阿恩塞尔斯 从前的学生凯特利博士 想重现一下和阿恩塞尔斯 一起工作的情景 凯特利博士却说 想了解可以 但要先举行一个仪式 仪式结束后 才会回答全部的问题 索伦森单纯地认为 这是凯特利博士 不为人知的癖好 于是毫无防备地答应了他 可下一秒 伦敦城的噪音突然消失 他看到自己周围 出现了巨大的墙壁 以及几座牛头怪的雕像 海浪在四周 沉闷地拍打着墙壁 索伦森疑惑地回头 却只看见凯特利嘴角 阴邪的笑 真相的重量几乎要把 皮拉内西压垮 他不由自主地呕吐 全身都在发抖 但他也瞬间明白了很多 为什么凯特利记得 而他却忘了 因为凯特利没有一直 待在大宅里 而是回到原本的世界了 至于为什么凯特利 喊他皮拉内西 因为这样 他就能忘记自己是索伦森 想到这里 皮拉内西恨不得 将那个人千刀万剐 但为了防止他伤害 还未出现的第十六个人 他装作什么 都没有想起来的样子 事情的转机 发生在大宅的掌潮日 皮拉内西发现 来不及回到 现实世界的那个人 正准备驾驶小船避难 他再也忍不住 心中的愤怒 冲出去与那个人对峙 撕开他伪扇的面具 两个人扭打起来 千军一发之际 第十六个人终于出现了 他是个女人 穿着牛仔裤和绿色套头衫 女人抓着皮拉内西 飞快躲过那个人的袭击 并在巨浪冲进来之前 带他爬到雕像上 而毫无防备的那个人 则被大浪击倒 死在他最害怕的海浪里 真相终于波云散雾 原来那个神秘的老人 正是违背科学与人性的 阿恩塞尔斯 他和那个人都不是好人 之所以帮助第十六个人 找到皮拉内西 是因为他和凯特利互相忌惮 且恨不得将对方处置而后快 而第十六个人在现实世界里 是一名警察 用尽各种方法 才从现实世界进入这里 只为带皮拉内西回家 至于壁刊里的那些骷髅 他们和皮拉内西一样 是被困在这里的人 遗憾的是 他们没有等到被拯救的那一天 至此 被困的皮拉内西消失了 索伦森回到了现实世界 只是 当他因生活的琐碎繁杂感到疲惫时 他会怀念起那座壮美无限 仁慈无边的大宅 那里宁静孤独的感觉吸引着他 恍惚之间 他会觉得 那里 才是他真正的家 好 听到这里 你就已经了解了 皮拉内西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在小说末尾 作者克拉克如此写道 听堂的美 永无止尽 他的爱意 浩大无穷 每个人都是众多 自然生物中的一个 就像所有其他存在的事物一样 因此 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由 这种自由 不是物质财富 或外在的成功 而是深入自己的内心 倾听真实的声音 也许就能在忙碌的现实生活中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像克拉克说的那样 尽管几乎是隔绝人士 但仍然有知识可以发现 仍然有奇迹可以见证 仍然有美景 可以充满我们的双眼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